封建时代,臣子的命运常常掌握在君王的手中,稍有不慎就可能失去性命。 那么,当臣子触怒了霸道的君王,又该如何化险为夷,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呢? 清朝大臣刘庸面对乾隆的迎起大怒,结果乾隆大怒,威胁要杀掉他。 而刘庸用了一句话,就轻松化解了危局。 至于乾隆时期,刘庸已是一名德高望重的重臣,他清正廉洁,深得民心,这也让他得到乾隆的赏识,经常被召唤于乾隆义政。 下集,乾隆是一个典型的专制君主,形势乖章,浩大喜功,他喜欢显摆自己的才华。 经常与陈辽较量文采,下集记忆,刘庸深知乾隆脾性,平日里总是让乾隆三分,自己藏桌显弱, 从不在乾隆面前展露锋芒,刘庸之所以能的乾隆赏识,也源于他强大的政治手腕和处世智慧。 他出身名门望族,从小就展露过人的才干,考中进士后,他先后在地方任国之线,知府等职,政绩卓著。 深得民心,在当官的过程中,刘庸充分领悟到权力的真谛,他明白,想要在朝堂中立足,必须时刻顺应君王的心意,不能有丝毫余举,于是刘庸表面上千和有礼,永远维护皇权。 而内心则时刻谨记自己的身份,小心应对,绝不愿雷迟一步,乾隆看的,正是刘庸强大的政治手腕和深臣的城府,乾隆也明白,要管制这个广袤的帝国,必须拥有像刘庸这样通达势力,能力出众的大臣辅佐。 于是,他提拔刘庸入京任职,并亲自对他寄予厚望,两人一军一尘,互相需要乾隆信任刘庸的才干,刘庸也没辜负乾隆的嘱托,办事圆华,深得乾隆倚重。 然而这一天,刘庸与乾隆在御花园对弈,此时正值圣下,列着高悬,御花园里莲花盛开,两人坐在亭台边的石凳上。 眼看刘庸要让乾隆几招,忽听园中传来一声啼鸟,刘庸不由的心神一散,手下一个落子,正好置住了乾隆的先机,乾隆原本做的笔直,看到刘庸的这一手,脸色蹬势一变,他恼羞成怒,猛的一拍石凳,怒吼道,刘庸,你是故意和朕做对吗?居然赢了朕,你可知罪该万死。 刘庸吓得贵妇在地,额头抵石板,连声赔罪,乾隆呼吃喘计,怒不可遏,又道,朕宠信你如此,没想到你竟敢如此目无君上,若不是想到你父亲的功劳,只怕你和全家早已伏法。 乾隆此时暴跳如雷,语气中满是威胁之意,刘庸心头一紧,陈寅片刻,开口道,陛下您是圣氏天子,心中定怀有天下,九州四海才是陛下您的棋盘,陛下您也定不会在意这方寸之间的输赢,所以陈下才壮着胆子赢了陛下您。 刘庸语气恭顺,毕恭毕敬地认错,既表示自己的失言失态,也表达了日后的谨小慎微,这番话稍稍化解了乾隆的怒火,他哼了一声,皱眉沉思,刘庸静静地跪在乾隆面前,一动不动,他明白,此时这个关口自己必须低头,任由乾隆将怒火撒在自己身上,如果他辩解或者顶撞,只会令乾隆更加暴怒,对自己不利,过了一会,乾隆冷着脸说, 本想致你罪责,现在看你还是悔改,只罚你向朕请三杯茶,吓不得再有失手。 刘庸连声英士,小心翼翼地为乾隆针上心茶,才化解了这场迎起大怒带来的危机,其实,乾隆之所以这般发怒,并非真的在意输赢,而是要给陈辽一个下马威,他要让大臣们时刻明白,自己才是这个国家的主宰者, 而刘庸面对乾隆的盛怒,能够沉住气,出言讨好,既表达了公顺,又捧乾隆的威风,最终化险为夷,正是由于他的机智触变,让乾隆顺理成章地宽恕了他的错误,这件时候,刘庸向朋友回溯此事时说, 他说,臣子面对君王的怒火,只能忍辱负重,退让为攻,所幸我反应快,言辞恰到好处,化解了乾隆的怒气,使自己和家人免遭灭门之祸。 他的朋友赞叹道,像陛下这样的暴君,只有你这样的智者能侍奉左右,而不至于招致杀身之祸。 刘庸笑而不语,心中却十分明白作为臣子的艰心,迎了乾隆一举起,刘庸险些丢了性命,他深感自己侥幸,若不是反应迅速,恭维乾隆的威严,后果不堪设想,这更坚定了他要小心应对乾隆,切不可有任何僭越的想法。 刘庸也明白,乾隆之所以动辄大怒,是因为他有绝对的权力,而权力越大,容不得一点挑战,自己必须时刻延好一个谦卑中心的臣子。 不能给乾隆任何不悦的理由,这件事也提醒刘庸,在乾隆面前,自己必须小心翼翼,深思熟虑每一句话,每一个举动,只有这样,才能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朝堂中立足,否则,哪怕一个小小的失误, 就可能为自己和家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,这也让他想起,在汉朝时期,太子刘起不慎杀死了吴王世子刘贤的震惊事件, 当时,太子刘起与吴王世子刘贤在宫中对异,刘起既不如人,赌气之下用实质的棋盘猛砸刘贤头部,结果刘贤脑将迸裂而亡,这起事件终导致日后七国之乱的发生,可见君王暴怒之下的后果有多可怕, 刘庸不禁感慨,一个君王的脾气能决定许多人的生死,自己能化解乾隆迎起大怒的危机,实属侥幸,想到这里,刘庸不禁对刘贤感到既怜悯又惋惜, 刘起一时赌气竟将亲帝刘贤打死,让刘庸看在眼里,不禁感叹宫廷之内竞争何其残酷, 皇亲国期间都免不了致命轻压,刘起这一死,也成就了日后汉文帝的底液,文帝登基后, 以心经营国家,使汉朝走上了正轨,文治武功皆正骨朔金,汉朝的鼎声缔造于文帝手中, 倘若刘起不死,文帝也许一生无法翻身当地,刘庸不禁想到, 朝堂之上,一个君王的心性能左右千秋伟叶,留起骄横跋扈,最终自取灭亡, 而文帝处变不惊,身名大义,才是汉朝长盛不衰,对此,刘庸记取了深刻教训, 处在乾隆身边,他必须借交借造,小心掌握分寸,方可左右逢源,保全余生, 刘庸化解乾隆迎其大怒的处理,展现了他身为臣子的机智与智慧, 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下,臣子的生死完全被君王掌控, 稍有不慎就可能身手易处,刘庸能够放低姿态, 进行恰如其分的应对,既化解了乾隆的怒火, 也保全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,这在当时的环境下, 可谓难能可贵,刘庸的处世之道,也给后人以深刻起事, 作为臣子,他明白权力的运作规则, 对君王既畏惧又看清,进退有度, 最终化险为夷,可圈可点,他的智慧和手腕, 在封建王朝的权谋政治中闪耀着光芒, 刘庸在各个地方做官期间, 以眼里不容沙子的雷霆手段, 纠正了很多的不良风气, 其中最为典型的,就是革除科考考场的弊端, 大家都知道,韩门想要进入仕途, 只能通过科举考试, 如果科举考试有猫腻的话, 等于毁了这个群体的上进之路, 刘庸也深深知晓, 不彻底隔除科考的弊端, 朝廷会措施很多有用之才, 这对朝廷对百姓来说, 都是巨大的损失, 在此期间, 他惩处了不少涉及科考舞弊的官员, 还亲自严抓科考考场的纪律, 一些考生听说是刘庸兼考, 吓得都不敢参加考试, 乾隆46年, 刘庸查办山东巡抚国泰, 赢得了当地吉州边百姓的称颂, 自此有了刚正连结的名声, 国泰身为山东巡抚, 长期以来欺压百姓, 搜刮民之民高, 引起了滔天的民愤, 但是他的后台很硬, 他不仅是乾隆后妃的亲眷, 还是和珅的党羽, 早在刘庸去往山东查案之前, 和珅就已经给国泰通风报信, 来到山东后, 刘庸并没有打草惊蛇, 他在暗地里搜集国泰搜刮民财的证据, 并且依上报给乾隆, 面对和珅集团的强势打压, 刘庸也没有畏惧低头, 通过这个案子, 乾隆也看到了刘庸身上这股凛然正气, 迅速将他提拔为公不尚书, 刘庸这一生的最高官职是礼部尚书, 位列六部尚书之首。 也正因为这样, 他才有了宰相的称谓, 想要做好官, 光有硬刚的尽头肯定是不够的, 还要有为人处事的智慧和圆滑, 刘庸的绝妙之处就在于, 他在后者上也颇有心得, 巧妙应对乾隆刁难, 乾隆和以身臣稳重闻名的雍正完全不同, 他的性格相对轻松温和, 和臣子的相处也没有那么严肃, 乾隆和刘庸的相处, 就经常充满了君臣之间特有的趣味, 乾隆很喜欢给刘庸出难题, 为的就是看刘庸如何巧妙应对, 而刘庸也总是不负所望, 这天在朝堂之上, 乾隆就问了刘庸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, 爱请你说说, 大清国每年死多少人, 生多少人, 要知道那个时候进行一次人口普查, 是非常麻烦的事情, 就算保有这样的记录, 精准度也是比较低的, 何况刘庸根本没有提前查阅这些, 但既然乾隆问了, 他必然要给出个说得过去的答案, 刘庸是这样回答的, 大清国每年死是二人, 生一人, 乾隆疑惑不解, 这是何意, 刘庸又慢悠悠的解释说, 臣说的是生肖, 死的人什么生肖都有, 生的人则都是同样的生肖, 听到这个回答, 乾隆忍不住大笑起来, 连连称妙, 但马上他又问了另一个奇怪的问题, 爱请你再来说说, 每天有多少人出入京城, 这个问题更没有明确的答案了, 刘庸回答说, 两人, 男人和女人, 乾隆又大笑起来, 还狠狠夸赞了刘庸一番, 乾隆还很喜欢和刘庸下棋, 刘庸的奇异不差, 但每次都故意输给乾隆, 他输得不显山不漏水, 让乾隆赢得很有成就感, 但这天刘庸在陪乾隆下棋时, 开了小差思考朝政上的事情, 一时间骑走得太猛了, 很快将乾隆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, 乾隆哪里遇到过这种情况, 当即就拉下脸来对刘庸说, 怎么, 你敢赢朕的齐了, 朕不怕朕杀了你, 刘庸心中一颤, 马上跪下来说, 皇上, 您的心思岂止这在小小的棋盘上, 天下五湖四海才是您的棋盘, 您定然不会跟臣计较这偶然的得失, 刘庸这番话说得极为妥贴, 乾隆本身就是个浩大喜功的人, 这马屁直接拍到了他的心坎上, 其实本来乾隆也没想对刘庸怎么样, 只是故意试探他的反应而已, 听了刘庸的话后, 乾隆马上就和颜悦色起来, 不再将刚才抒起的事情放在心上, 感谢观看的颜悦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